接著開始跟各位講所謂的發電的方法以及蘇沛的情況 我們的重點是放在核能發電其他是簡單跟各位說一說而已 我們現在台灣的主要的發電方式有水力發電、火力發電跟核能發電 然後也加上了所謂一些公立發電 有些地方有公立發電 然後前幾天看到我們老師的社群在討論 我們想要做第二發電 我們要評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第二來發電 OK 所以目前只有這個是水力發電、火力發電、核能發電跟風力發電 就考試的重點或學習的重點而言是在我們的核能發電 看一下坦克跟你說 那麼發電廠就產生電 然後我們把這個電要拿出來要送到每個人的家裡面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蘇黑電系統 送過來 這張是舊的圖 畫得比較囉嗦複雜一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發電系統 左手邊這邊有一個發電系統 然後這是一個蘇配電系統 然後到我們家裡面 這兩個碗頁叫做電線桿上變壓器 這碗頁現在基本上絕種了 所以現在新的圖就沒有它了 就是送進你家門之前最後一個變壓器 把它降到我們家裡所需要的電壓110伏特、220伏特 下學期會交感電好沒關係 但是這東西在基本上已經絕種了沒有這玩意兒 所以新的圖就比較簡單 就這樣子 好的 發電廠 不同的電廠送出來的電壓不太一樣 核能發電廠大型火力水源是比較高壓 中型是比較低壓 小型的會更低壓 然後不同的工廠會有不同的需要 高鐵啊、科學園區啊 要161KB、KB千伏特 要給它用 然後呢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們家裡沒有那麼多 那你中間要經過一些不斷的降壓 這也夠送進我們家裡的是 110、120 對中壓力 然後外面的變壓器是22KB 然後打到我們家裡面變成 825KB、下絕期會交 好還有一個可以這樣運電所 就是有一個發電系統 有一個輸電 輸電的配電供電系統 進到我們家裡面的配電系統 了解一下可以了 那麼這個是另外一張舊的圖 好所以呢 電壓 然後它要送來 它需要很高壓送出來 下絕期交為什麼要高壓送出來 但是呢 為了某個原因要高壓送出來 以下一個期會交 然後就噔噔噔噔 最後進到我們家裡面 是我必要的低壓225個 所以上面還有一個 我出過絕種的電線材費壓器 現在目前已經絕種了 沒有已經絕種 送到我們家裡面來 OK 好 下一個期告訴你 為什麼要用高壓送出來 那麼基本上呢 火力八電廠就是 用燒煤 燒粽油 燒天然氣 去煮開水 核能發電廠是利用核能去煮開水 所以他們都是去煮開水 然後開水煮完油 水蒸氣 水蒸氣會推動渦輪機 渦輪機會轉轉轉轉轉 然後它在磁場裡面轉轉轉轉轉 就產生電 所以基本上就是煮開水 水蒸氣 渦輪機 轉圈圈 發電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但是核電是用誘微原料 這當然會講 那水利發電機就是用高處往下衝 高處有什麼呢 胃能 所以用胃能換成什麼呢 動能 然後水輪機也轉轉轉轉轉轉 水輪機也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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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產生電 然後風力八電就是 這是現在有說有人發明一些 在想辦法製造新的風力八電的方式 我們就不管它 這是我們現在傳統 就是整個大的那個風扇 驗片 這樣轉轉圈圈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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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轉來以後就發電 我們講過的都是轉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發電 OK 好 所以呢 這樣水利發電和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燒油的燒煤的燒天然氣的 都是幹嘛 都是去煮胎水 都是去煮胎水 胎水煮完之後 有水蒸去推動 渦輪機 然後渦輪機讓它旋轉 在發電那邊轉 它就會產生電 所以這就是 火力發電跟核能發電 都是去煮胎水 OK 好 這個火力發電 就是 煮啊 所以裡面有一個過程 鍋爐啊 一煮啊 煮啊 會產生高壓升氣啊 發電力推動我們的渦輪機啊 然後轉轉圈圈啊 然後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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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基本上是這樣的過程 好 我們來發電 火力發電 都是煮胎水 OK 水利發電就是衝下來 水力發電腦就衝下來 水會往下衝,轉圈圈 轉圈圈就有電了 轉身電,轉身電,OK 風力發電就是吹電風扇 風扇就是有一個風扇 會轉,轉 轉了以後就會有電 轉了就會有電 所以基本上就是讓一個東西在發電機的中心 在磁場中旋轉 然後產生電 就是這樣告訴你一些基本上發電的狀況 那剛剛講過的重點是我等一下教的核能發電 就是讓各位簡單介紹一些配電的方式 跟發電的方法 OK